大家好 我是远东SOGO百货董事长黄晴文 今天呢 在看板人物里面 将要跟大家分享 超越三十SOGO SO GOOD的故事 还有我自己 十年磨一剑的直牙心法 今天我们新进来的这个 很汁 非常好吃 这个厂也是今年第一次进到台湾了 现在大阪非常好 新商品是哪里面有趣的吗 拿出来我吃吃看 真的好吃 早上15分钟就卖完 这样子不行啊 你要准备多一点啊 明天去美丽华资源 是第一天 所以呢 不要随便跟人家聊天 你们就是代表我出去 也代表中小SOGO 我希望能做第一天 那等一下 该回报给明容的就回报 到10月20号要有20的 全部要有1.520的在台湾 就是一天就有两天在公司 你因为最后一天的 就对班农来了 好 好 好 本日午安 总好 请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SOGO有400贵位的人员正陆陆续续的 要把今天的账目入账准确入账之后 才算今日是今日弊 我们在这里要访问到的是吴副总 素姻师长 欢迎你 谢谢 谢谢你 让我们到这个龙学的神秘基地来 我们不妨碍他们入账 副总我想请教一下 每一天我们都对账 对账大概要掌握的哪一些关键重点是什么 我们对账最主要就是说 我每天的数字一定是要非常准确地 入到我们的账户里面 那因为我们的收银台蛮多台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控到这个整个数字准确度 包括今天整个业绩的一些表现 好 所以当这个400贵位的人员都入账之后 我们的财务人员也是要在今天 等于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 做一天最后收尾的动作 对 没有错 所以这是三十年如意欲 是 那我可不可以知道今天 我们这个SOGO忠孝 它的这个业绩收入最高的三大业别是什么 今天因为刚好12楼台之后 日本商品站 所以今天超市的业绩非常好 化妆品今天数字也非常好 然后包括我们的淑女妆 今天业绩也达成率非常高 好 那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类别 比方说它跟这个逢年过节前 这个一天业绩 计算下的业别差别大吗 有没有有什么时候 比方说它的这个业别 可能会排名顺序会更动的 会 会更动 因为这个 比如说像情人节 那这个情人节的这个数字 就会比较偏向 珠宝算数 对 珠宝 那母亲节的话 就是服饰 化妆品的数字 非常高 OK 好 所以观众朋友 你可以在这个13楼的本金厂 可以看到这一个 你过去没有看过的 百货的另一个画面 我们待会还有更多的 吴副总的故事 要为您报道 30年在这里养出 8个每年上亿业绩的贵位 每一个贵位都是生存的战场 而副总吴素营 无疑的就是这30年来 冲锋陷阵 带兵打仗的勇将 走走走 看一下卖场 离开门营业只剩10分钟 SOGO中校店的店长 吴素营加快了脚步 那个有问题 那个请他把它清掉 卖场不能放盒子 请他们清掉 请Streetail就是detail 踩着三吨高跟鞋 快速即行巡视每个专柜 绝对要求的性格特质 展现在吴素营眼角 所扫到的每个细微处 层次板不够 它如果这一方鞋是 是这样子的话就OK 你知道吗 这一刷头是这样子就OK 它层次不够 然后重复性商品放太多 吴素营从SOGO1987年 开幕的第一天 就在这栋中校馆工作 一晃眼三十年 从专柜基层 做到了负责拳管的店长 每天敞开大门营业的时刻 他亲自带着干部们 向顾客鞠躬 早安 欢迎光临 每一次弯腰的同时 吴素营的眼球也不停在转 他观察每天进来的顾客的样貌 流行趋势 景气转变 都在这短短几秒的擦身而过瞬间 洞察端倪 那我们这个是借着这一个 早上的第一次接触 去让员工可以跟消费者 马上做接触 然后马上这个警觉性就上来了嘛 我的这样的客人 我应该什么东西再出来给他 我应该再提供什么商品 我卖场要怎么调整 就是我们吴副总呢 他基本上来讲 偶尔也蛮担心 第一个因为他实在是努力过头 你再去这就要先保待多少钱 对 要往前补了 我们现在是一粒一休 但是我发觉他有点不免不休 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他不满意 他要要求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好笑 我觉得说我们干部 看到自己的妈妈都没这么尊重 随时随地对潮流保持高度警觉 是因为身为百货龙头的店长 吴素银太清楚 市场留给的是早一步准备好的人 像采访这天外头30度高温 但搜狗的所有服饰楼层 已经清一色全换上秋装 其实百货公司80%以下是女性客人 那女性客人在这个换季以后的这个呈现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流的百货公司 销售已经把它缩到最小的程度 全部都是新装上市 要求所有品牌新品都要比其他同业先上架 是搜狗30年不变的定律 很坚定地传递给顾客一种讯息 搜狗永远是流行领头羊 怎么没有 商品怎么没到 那这个就是监督不够到位 不够到位 松了 对 那这个就会凶 凶起来就很可怕 三楼到了 三楼少淑女装 即使面对电商崛起冲击 搜狗中校店的所有服饰楼层 去年营业额40亿 稳固的业绩代表主顾客 对搜狗的消费黏着度 依旧保持信心 百货公司跟电商最大不一样 就是体验服务 就是这两个 我一定要让顾客有好的服务的一个感受 而且服饰的这个销售也很重要 因为销售它会帮顾客去搭配 那电商不可能 电商都是自主性的 所以实体卖场 其实根本不用怕电商 因为电商最后还会走回实体通路 也因此 要在这寸土寸金的平台卡位 专柜要准备超强抗压的心理素质 品牌的末位淘汰制 是SOGO的铁血纪律 只让业绩数字说话 吊车尾的柜位 没得讲情 马上淘汰换新柜 每一次的替换都是豪赌 尤其是面积将超过20平 其实对我们赌 赌注蛮大的 我常说做这个行业 赌心要坚钱 我不能成余 就是说过去的这个数字 我还要再开创 那开创的话 你就是要赌 我认为他们想做新的 他们正在看新的想法 这是我发现的 很惨的事 因为我发现的 这不是我看的 在其他商业的商业 所以这就是 一个很强的 和异性的 大胆引进最潮的柜位 不断创造 台湾首家 全台第一的话题 也是SOGO能掌握 百货话语权的关键 今年9月中 中校馆首创在 麦服式楼层的最中央 开辟全新概念的 咖啡专柜 又在一楼 战火激烈的化妆品区 抢到某家 美国精品彩妆 开出台湾第一柜 原来在这个位置的品牌 我要更换 要更换 我就数字要比它大 要不然就是 魅力要比它够 压下去 第一个月就破一千万 那这样我也比较放心 因为对得起公司 不然我也很紧张 第一个月 就上千万的亮眼数字 破了这个品牌 全球专柜单月业绩 让彩妆设计师 汤霍本人都惊讶 台湾百货的消费实力 阿姨你这个腮红 你这边要重一点 没有均匀 对 我这边帮你弄浅一点 好不好 因为你这个 而这样的全球奇迹 在中校店 只有210坪的一楼化妆品区 稀松平常 2016年破亿元的专柜 就有八个 像是兰蔻和直圈秀的 平校业绩 每年都保持在集团世界的 前三名 相当于每瓶1200万以上的营收 这项成绩 比纽约第五大道 卖钻石的专柜还要高 终于林青人就是在那12天的时候 做完的时候 要颁奖的时候 那个心里就很坎坷 我现在到底是不是排第幾名 明明就我可能是在第幾名 怎么忽然插了前一家 这只有几十万 我会觉得 我怎么没有再努力一点 八月份营业成绩 第一名 布里查浩克 不停激励士气 营造竞争激烈的更为 让所有的专柜品牌 有更生抵固的信念 在SOGO 只要开门的每一天 就是不停歇的战斗 刚刚从基里搬的是 八月份的营业成绩 大家把它忘了吧 八月已经过了 我们现在要往前迈进 看九月份 看十月份 看到十二月份 好不好 好 OK 今年是太阳SOGO 30周年 太阳SOGO 化妆品要做多少亿 30 有没有信心 有 这就是SOGO 永远不看过去 只往前走 30年龙头百货的地位 是SOGO人挺过挫折压力的 任性与拼劲 撑起著作无可撼动的 零售通路王国 中校SOGO每一个楼层 都是吴副总的战场 苏妍副总我刚忘了问你 中年庆11月要来了吗 中年庆大概一天的结账的 业绩大概都要多少 才算是OK而已 讲个大概的数字 一天了 在中校店这边一天 中校店 我们最起码要5亿 它这个5后面是亿 最少要5亿 不然的话就是不满意 但是苏妍副总 他不是在一天之后 才在刚刚那个本金厂 在那边跟大家一起算钱的 苏妍副总的手机给我们看一下 它每天各楼层 要分三个时间跟你回报 分哪三个时间 三点 我们一般是 三点看一次 五点看一次 打烊看一次 可是三点到五点很密集耶 因为三点会看早上 从早上到三点 一个数字的状况 那五点算不算半天 差不多我们在五点的这个数字 就是代表一天的一半 一半 那我看一下今天的好不好 我会帮他把数字 马起来 今天是打烊的数字 我看忠孝松哥呢 这样子 这样子 就满意了之后马上马掉 是 还有一个达成绿 还有五点嘛 是不是 还有一个五点的数字 各店的五点都会保持 苏妍副总这很厉害喔 那些天母店 忠孝店 复兴店 清竹 对 那我们以一楼来讲好了 一楼是化妆品专柜 假设你五点发现那业绩不对 一楼大概几个柜 一楼喔 一楼化妆品48 好 那所以你48个柜 你就逐柜去查 到底是哪一个柜出现了最大的gap 跟我当日的数字有落差 当日的预算有落差 我们就马上追进去了 可是你追进去 要怎么要求 喔 不会啊 那可能是小姐没有注意到嘛 那再去叮叮她 你的数字 今天预算是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或是什么商品没有到 还是商品在送货 还是在仓库里面没有拿出来 这马上就是要去查这个整个 整个他们小姐的作业状况 百货战场 这个字不是假的 没有很detail 那食衣住行嘛 实在第一个 你做了哪一些改变 你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对的改变 可是在当时是非常冒险 其实当时要做这个有机蔬菜的这个引进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干部会发现就是说 可是有机蔬菜的单价比较贵 消费者能不能接受 你大概在哪一年 你有没有印象 几年前你开始在 你算是 你敢说你是全台湾百货第一个在超市放有机贵的吗 我敢说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开始加强我们有机蔬菜引进 把它成为作为像样的一个贵位的一个百货公司 那时候再多久以前 我们差不多从四年前开始 非常非常的加强 四年那就是食安风暴嘛 那个时候 对 吴副总你做什么都要第一个 我觉得第一个是你的个性比较好强 还是你三十年来你觉得 就人家讲的 第一个抢上摊头的人 才会就是有才会赢得最大的土地 你比较冒险 可是我觉得零售业就是这样 零售业的话 你没有先抢 先抢才有机会嘛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个例子 举例来说 大家在讲你一楼有一个贵位 设计师贵位 是化妆品贵位 他又是进台湾第一个 你下面的人去帮你做研究 然后你乘上来审核皮克再去谈 还是你自己是自己去国外跑的 不可能这个一定要跑 我觉得要先判断这个商品 适不适合中校馆的消费者的需求 自己当主管的一定要先去研究这一个商品 那我们不只是看 因为台湾还没有做嘛 所以我必须先看国外的一个 一个出柜的状况 出店的状况 你跑了哪些城市 我跑了日本啊 然后跑了香港 跑了韩国 你自己 我自己 所以收集了这些资讯以后 我们发现它绝对是可以 跟我们的客人可以相符合 就是抢进来 好我们再往前面去看看 好观众朋友我相信副总 就是大家很少看到的 就是其实外面的这个百货公司已经打烊了 但在里面呢还有很多工作人员 他们大概平均我们想象就讲这个中校搜稿了 到每天几点钟的时候 大概里面就是一个人都没有真的关灯了 我们都打烊后半个小时之内就准备关灯了 所以大家动作也要很快就对了 是 那我们这边现在看到是它生鲜区 就是每天这边有的都是要淘汰 一定淘汰 我们的生鲜是今天没有卖完的话 我们就会整个都舍弃 你这边的灯听说你很得意 哈哈哈 来介绍一下 因为它原来是学设计啦 30年前 还有树莹副总是学设计的 讲讲这灯的学问吧 没有 生鲜的话就是 第一个灯绝对不能热 不能热 对因为我们是生鲜的商品 第二个就是它的色泽 照这个生鲜商品的这个灯的颜色 对 那我们人的脸在下面照会特别红润吗 不太一样的灯 不太一样 OK 所以这是你特别选过特别设计的 这个我们这两年才调整完毕的 林寿夜是这样 林寿夜其实拜场一直在进步 到我们是旧的卖场嘛 已经30年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在卖场里面找 哪里还要再更新 哪里还要再调整 不会啊 我们这边整排过去都是 都是这样子调整 调整过后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整的把它调成镜面 会让超市 它其实超市面积没有很大 那我们要让超市比较明亮的感觉 整个上面都把它调成镜面的感觉 你是说这个喔 对上面 换成镜子的 这是整个戴那个视觉 那你刚来的时候是做什么 我刚来是做用品 酒楼的请聚用品 那时候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做鼓掌 下面有多少人 下面没有人 下面只有我 下面没有人 我都是上面的主管 然后我每天都要问 为什么百货公司要签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签约 对 从这个开始问 那为什么要签约 为什么要下条件 那经货当然要条件啊 那我不知道嘛 你每天都要追这些数字 这三十年来 你觉得 在龙头的这个百货里面 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 压力喔 我觉得压力最大已经不是数字 这个是麻痹 麻痹啦 那你是哪一方面 对 已经看三十年了 但是我觉得员工很重要 员工的这个整个上班的状况啊 心态啊 那我觉得我们是看员工为主啊 以员工的这个 照顾员工的这个立场 那员工要是身体出窗 我也会很担心啊 对啊 包括到专会小姐 有什么状况的话 我会很担心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只要他们身体平安的话 我就有数字了嘛 因为我们进来 第一个接触的是人 所以人给我们的感觉对了 稳定性就在了 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稳定性是限定数字 对 稳定性在了以后 营而就有了 好 那在我们这个区块 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要请教素银副总的 就是他有一个外号 是商周举的吗 还是人家是叫 叫他一刀切喔 一刀切 哇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柜位 没有达到业绩水准的时候 这个是会被吴副总 一刀切 就是头落地就可以走了 有没有这么狠 没有这么厉害 至少一年 为什么一年 因为我一定会看吹虾球动 就乱滚一个整年 对 那一般其实要进到中校店 来设柜的话 其实厂商也要有很有胆势 怎么说 来尝试嘛 因为它要竞争嘛 要跟既有的商品竞争嘛 所以自己已经要准备好了才进来 一刀切 这个是有一点点 要借着今天澄清 但是我要澄清 因为其实现在资讯都很透明 我一定会让他知道说 为什么会这样 那到底是我做的不好 还是你做的不好 那我的来电客数不够 或是你的商品有问题 那为什么隔壁的数字是这样 那你的数字这样 我觉得现在资讯透明 尽量让厂商知道 它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那知道不好的话 它自己会自然而退 在整30年的经验里面 让我们晓得 就是素银副总 每一天是抱着 这样的关注细节的态度 在竞争的 细节喔 永远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因为每天都会有状况 比方 那我觉得 如果大家对零售业都有兴趣的话 只要有一个敏感的 而且有好奇的一颗心 其实都可以投入零售业 就是要拼啊 董事长午安 午安 今天让你们进入我们的 这个作战的机密地点 中年庆前的企划战略会议 是SOGO的重要机密 由长期站在第一线的中阶主管简报 30周年SOGO端出什么菜 要求是绝对创新 所以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 已经起头了就是一个 SOGO30幸福商圈的计划 那附近的几个知名的店家 都有加入这样的一个策略当中 那他们接到我们的电话 都非常的开心 很好啊 整个的这个商圈的繁荣 对我们个别的百货来讲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不只是做我们自己的业绩 整个商圈的繁荣把它考虑进去 我们邻里也会很开心 针对东区商圈挑选30家商店 一起同庆30岁生日 SOGO以前庆生也没做过 10年的董事长黄晴文 最在意的经营方向 就是到底SOGO这个英文招牌 接到地气没有 每个百货公司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那不同的商圈不同的人口结构 它应该有不同的面貌 因为它最先要服务的是把在地客照顾好 其实SOGO透过他们对大数据的分析 他们非常清楚地掌握顾客的喜好 我想你也听过每次这个来店里 都会让这个万人疯狂去抢 那就是根据他们对顾客 中面横面的这个了解 以800万的Happy Go卡有当基础 紧抓主顾客的消费模式 透过大数据运算能掌握消费足迹 知道谁在什么时令买些什么 文长市场卖动 然后推估下一步行销什么怎么行销 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的样貌 我们可以做一个profile的一个 比较深化的一个分析 所以这个对我们对消费者 对行销来讲 选择商品来讲 还有档期的设计来讲都非常地有帮助 另一个重要课层来源 来自最大地利 中校复兴站的捷运人潮 黄秦温常在不同时段 亲自站在捷运连通口观察 他口中毁倒经济的消费力 也直接影响了搜狗的发展策略 B1连通口部分的话 在去年度的人潮 人流量部分的话 有410万人流量 那在B1这边的消费的人 有41万 去年的业绩部分有达到8%的成长 你刚才讲410万的人流 那在我们这里面消费的41万 所以1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消费 那当然它已经成长了8% 可是我们这边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再成长 吸引上班族愿意绕进来 SOGO在中校馆捷运的转角处 摆设的是轻便平价的彩妆品牌 让通勤客随时看中就买 另一边由SOGO自营的超市 一年营收有8亿 也锁定职业妇女 主要招牌生鲜区 每天150盒生鱼片餐盒 据说很少卖不完 馬上可以去看到 全部都是现鱼 今天的材料今天做 然后待不出去都废弃 中校SOGO超市的后场 镜头前首度公开 每天现签现装盒的生鱼片 为了保醉鲜 超过有效时间 疫苗也不等课 直接废弃 牛肉等级一样很挑货 澳洲的牛肉它大概分9级 那我们这边卖的大概是7级 已经算是等级蛮高的商品 对食品安全极度重视 展现在黄秦文对食安风暴时 危机处理态度 2014年影星油出包 当时检掉才开始查 黄秦文亲上火线 直接开出百货第一枪 从现在开始 任何消费者 不会在我们SOGO全台的 各个百货公司 看到鼎心集团的商品 他们走失 在食安风暴的时候 他们第一线站出来 然后在现在所有的人 都在争取这个环保 然后探足迹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SOGO 一个百货公司 它其实用铁碗让你吃饭 其实我看到的是感动 因为它很清楚地知道 他们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当黄秦文决定要采取一个全新的做法 特别牵涉环保 食安时 他往往愿意做第一个 足足花了两年时间 说服SOGO美食街 所有商家在馆内 禁用抛弃室和美奈米餐具 因为对厂商来讲 它的作业流程要整个更改 它的人手还有成本会提高很多 举凡是这个团队里面 过去一路走来所留下的成绩 或是是好的 他都希望我们继续保留 那我觉得创新这一块 也是他这几年所带来给我们 很新的气象 十年前 恰巧就是周年庆的这个时候 黄秦文接下SOGO董事长 媒体人转职到百货人 放下身段 从头学习 挺过风雨 精力高低 看见创新也不忘过去 许多SOGO保有的旧文化 至今依旧是特色 三十年前 报纸上大幅文宣 亚洲最大百货巨舰来了 跨过世纪 黄秦文领航着SOGO这艘巨舰船 持续往前航行 远东SOGO百货集团董事长黄秦文 董事长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请坐坐坐 观众朋友在前面的节目里面 看到了今年是SOGO三十年 也是你个人接任董事长十年 所以十年时间过得好快 对 真的好像一晃言就过了 但这十年如果我现在 在我眼中这样子很快的 像闪过的话 我觉得精彩 丰富 刺激 但是也很有幸福感 这十年您的头衔不变 但你负责职长的事务范围 其实扩大了很多 责任也变得很重了 但是我们比较说 如果十年前的黄启文董事长 跟现在的黄启文董事长 十年前我进到卖场去的时候 我会非常关重的是物 我们的商品怎么样 我们哪些最新的 这个卖场的设计跟摆设 那希望很快能够把所有的讯息 都要消化进来 但十年后的我进入卖场 我更关心的是人 我的急迫感还是在的 因为其实百货业 其实也跟媒体业一样 要不断的创新 我们每天都要去找寻 新的生活的需求跟提案 每天要有新的提案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不会想到的这种任务感 你知道吗 每天 然后今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观众朋友如果踏到 这个圆东收购百货 你会发现所有的 可抛弃式的餐具都没了 对 所有的 然后我们先让观众知道就好 就是说这个决定不只是可抛弃式 不可抛弃式的餐具的代换 它后面耗费了多少 你跟153个收购百货厂商 所有的薪血成本 然后做出这个不是很容易的决定 一般的这个数字 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换掉了3万多个餐具 这个第一次的投注 大概是400多万的 这个餐具替换的成本 但是在这个背后 其实可能大家所 比较不知道的是 其实不只是 太换餐具而已 我们整个作业的流程 都要因此而改变 你想想看 一次性抛弃的餐具 它是不是只要整理丢弃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全部都是要用 要重复欣喜 这个环保标准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后厂的作业 它的难度 复杂度 时间的成本 都会大幅的增加 说不定在人力成本上 没有错 而且当初这个同仁们 也有一些疑虑 说这个换到这么好的餐具 会不会就是 耗损率 耗损率也会很高 但是所有搜狗人也都晓得 我们一定是把这个 对于社会的责任 放在第一个 所以我们当时做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 毛起来 全台湾要一次性的 就把它推广下去 搜狗八家店 在2016的这个营业额是有453亿 我想这十年来 作为一个董事长 你对于数字 追求营运绩效这个数字 你觉得自己的态度 进入了一个怎么样 不同阶段性更成熟的阶段 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 care或不care 不可能不care 你用什么样 比较不一样的成熟态度去看 董事长要扛的这个营运绩效 没有任何悲观的权利 当然面对全球的景气 跟台湾的这个 这个政经情势的一些改变 一定会有景气的起雨落 这些都没有关系 因为全球都一样 好 比方说现在 整个中国大陆 零售市场都非常非常的疲弱 那么从2008年 我是2007年来到SOGO 今年刚好第10年 那么我一来到SOGO 马上就碰到金融海啸 碰到金融海啸 我们还是在2009年 很勇敢的开出了天母店 那么即使在环境很困难的时候 我们在冲高营运 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 我们同仁对于做业绩 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是从来不懈怠的 而作为董事长的我 要给他们做业绩这样的使命 一个什么样的动机跟憧憬 除了SOGO 向来已经很习惯是 我们常常被叫做百货龙头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第一 我们永远都在跟自己比 你觉得这26年来 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小朋友养大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因为再怎么哭 其实就是要撑下去 然后这就是一份工作 然后把小姐带起来 然后培养下面的人 我觉得这是荣誉 因为在十年里面的不同阶段 你似乎都在寻找不同的动力引擎 为你自己也为你所有的团队 我们刚刚说因为营运绩效数字 尤其你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远东百贵SOGO集团的董事长 所以这十年来你觉得 有越来越成熟的态度 看这些起伏盈亏 对于你自己的人生来讲 也有带来哪一些的改变 念华其实我们走到现在 不管生活上或工作上 我们都一定会遇到高潮 也曾经走过低谷 每次可能是因为我的个性使然 我常常讲说我真的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因为我永远都只往前面看 因为后面曾经发生的事情 它已经深深的植入我的记忆当中 成为我学习 反省 沉淀 跟再出发的很重要的动力 而我所要做的就是要带领团队往前面走 所以今天刚刚我们也谈到了 在百货里面是每天都在做的一些挑战跟改变 我们今天的数字很好 不代表明天我们的数字一样这么的好 如果我们稍有松懈或不努力的话 所以我常跟同仁讲 其实真正的成败是在我们的心里 你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你自己 如果你能够超越你自己 那其实你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对 你的工作你放了好多情感里面 所以这个新法里面还有一个 很多人知道我今天要访问黄董事长都说 他好不容易喔 他几年 我说十年 他说跟徐旭东先生一起打拼 远东搜狗百货 从太平洋搜狗百货到远东搜狗百货 因为徐隆仙他是在我们心里面的第一个印象 他是一个热血跟冲勁百分千的人 所以你觉得在这十年里面 我们就说一人之上嘛 这样一个相处的 我应该说秘诀吗 或者你也有你的心法 跟你的关键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我在踏进远东集团以前 因为我并不认识许贤 我是在他面试我的时候 我在第一次跟他有比较深度的交谈 那我可能会跟一般人一样 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 做事情极如风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家 但是我认识他以后 其实我对他的了解跟观看 可能跟外界不太一样 第一个其实徐旭他做事情是一个思虑很深 他在避险这个部分是做得非常好的 像金融海啸的时候 他把我们所有的董事长总经理召集过来 我们马上就要做压力测试 也就是说当有风险来到的时候 大家长他马上就把大家召集起来 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新一波的这个挑战 但是作为一个高阶的主管 像我们那么徐旭是非常的严格的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请不要去跟他开会 因为在那么多的这个集团里面 那么多的公司 那么他必须要非常精准的 去掌握每个公司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圆东集团里面的一个专业经理人 是觉得不容许你自己懈怠 那一次太平洋搜狗转投资成都春西店 但是这个中国大陆的成商集团强占 那么后来呢 黄崎文总事长 你就去谈判 然后这个谈判呢 从一天的上午11点一直谈到隔天的凌晨6点 那么最后这个谈判呢 是你是成功了 因为原来对方要求第二年 暴涨人民币一亿的租金 然后你可以最后成交的租金 是压到少于8000万人民币 是7850万人民币成交 这么可怕的马拉松谈判 而且不是在你 不是在你自己的主场 你记得那场谈判 你怎么样保持一个冷静 然后他留给你什么样的能量 这件事情 其实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人在国外 后来接到消息 然后呢 其实也是我刚刚接下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业务不久 那徐董事长他说 要我亲自去了解一下 对方这个谈判的这个主谈人是谁 因为在当时的合约的情况下 我们是在合约的期限之内 所以我们不应该受到不合理的对待 那其实任何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理直 但是契合的人 我可以很坚决的跟你坚持一个态度 但是我可以用很有礼貌的方式跟你互动 所以后来他就慢慢慢慢的 这个数字就开始往后降 那我还记得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 他说我们已经谈了那么 因为我们中间都没有休息 也没有吃东西 从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八点 对 那他就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去吃个东西 我说好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要起草一些新的内容 双方的律师也都在 所以要一条一条 大家逐字的要去看 我说好 那我们先去用一些餐 那我们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但是我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回来 而且他一直拖延 一直拖延都没有回来 那时候我的干部就提醒我说 他可能是要摆个谱 可能之前谈的这样子的内容 他要做一些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我们就是信守承诺 我们就说一个小时回来 后来他回来了 那我就开始态度就比较强硬一点 我说我们大家共识都谈得差不多了 但是你已经耽误了 多耽误了两个小时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 逐字逐句的一条一条来过 那过到了这个早上五六点的时候 他又跟我讲 他说这样都差不多了 双方的律师我们都谈好了 大概整个草案 我们都起草好了 那我就说那我们就双方签字 他说我印章忘了带 我说你印章忘了带 他说我们这个已经十九个小时了 那么累 那是不是我们休息一下 我说因为我下午两点的飞机 那这样子我们就回去饭店梳洗一下 然后麻烦你去拿印章 我们两个小时以后来这边碰面 他说好 结果来了以后 只看到他律师他又没有在 他律师就开始 就开始又要翻盘了 前面讲都不算了 看没有人了 就是我就现在坐在那边 听他律师讲 那我想可能是很多同仁 第一次看到我 会用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出现 后来他就进来十分钟 他大概觉得律师 又已经把前面的这个状况先铺陈好了 他一进来坐下 那我就开始跟他的律师讲 那当然他就坐在旁边 开始我就用一个 比较强硬的口吻跟他讲 我说我从台湾过来 那跟你们集团直接配合 谈判合作 那我在台湾耳闻的一些事情 我没有想到这边通通的实现 如果说这个人家要说 这边是山寨文化 是这个流氓文化 那是不信守承诺的文化 那我说你们不要让集团 不要让你们副总裁 我因为我给他留面子 我就对着律师讲 但是他讲的其实也就是 他的主管事宜他讲 但是我还是不直接直接对他 我就对着那个律师讲 因为我想给他留最后一个面子 但是我的态度就很强硬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们要执意这样子 把我们之前十九个小说的 谈判的结果 全部又要重新来一次 付诸流水 一直跟我这样子打迷糊战 通一带水的话 那么我就要召开记者会 同时我也会把这个状况 跟国态办说得很清楚 同时呢 你们真的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 我所耳闻的那些文化 真的让我觉得说 不要丢中国人的脸 好 那讲完那段话以后 他们就 就还是就签了这个约 那你说什么样 支持我走过这一段路 我心里没想的是 我说如果没有团队 我没有办法走过来 他们是我最坚定的力量 而当初我中年转业 不是秀才造反 但是真的是勇敢地去跨境了一个 我不熟悉的领域 但是我愿意放下身段 从零开始学习到位 才能够勇敢去接所有我认为 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事物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得到 那最重要就是因为有团队 我永远记得我是一个team leader 但是我更是一个team player 在这周年期前夕 我们大家最常听到就是贵姐贵姐 如果说刚刚访问这个素银副总 他是冲锋陷阵带兵打仗的勇将 但是他下面也有很多很会打仗的人 才能够一起收割胜利 今天我们在这个蓝口柜访问到的 就是一琦 一琦你入行多久了 已经26年了 26年 然后你在SOCO这边有10年 是 而且有很多数字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地方曾经连续6年 对不对 你带领了12个人 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创造出上亿的业绩 在周年期的时候 你曾经连续一天占多久 从你入行到现在 早上开门到闭店 这个时间 要8个小时 然后如果周年期一个档次是12天的话 假设你是亲自坐镇督军的话 对 所以就一样要那么长 跟大家一起奋斗啊 其实 这样子的时间过了26年 对 非常难以想象 我有听说你是 扣客胜手 因为不是高手了 是胜手的层级 扣客这件事情 你怎么样在扣客的时候 不会让人家迅速的把你解决掉 当然如果今天这个客人真的 我们在打电话给他说很忙 那很忙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我都会问他说 那我可以 你说因为我都会挑时间 我不会可能在下班的时候 可能他刚好在坐捷运 我去打他 其实我会利用他上班的时间打 比如说早上10点到11点左右 可能我刚好在上班再开会 那我说不好意思我打扰到你 那我方便再晚一点 再打下午两三点 有的客人都跟我说 会好或是不好 我会紧追不舍再打电话给他 是喔 因为我不要让客人说 我打这通电话给他 就挂掉了 讲不到两句话 那好像没有达成我要的需求 你怎么样克服 就是说自尊心这件事 因为你一定有经过那种 一直被拒绝的过程 对 很多人在做第一线接触的时候 一直被拒绝 后来就做不下去了 就 对 其实说被拒绝一定会有的 因为做了26年 其实这个工作说实在 又在这个点来讲 压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你热爱这份工作 那个你希望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你觉得这26年来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把小朋友养大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因为再怎么苦 其实就是要沉下去 然后这就是一份工作 那因为我今天我不愿意花 我要花很多的时间 我宁愿要在 就是中校搜狗这个地方 我可以创造更多的业绩 然后把小姐带起来 然后培养下面的人 我觉得这是荣誉 这是团队 不准就跟我讲 她说一琴很厉害 她说因为在这个柜里面 她有许多非常死忠她的铁粉的顾客 是70岁以上的熟灵的女性 然后像我正级都可以称阿姨 70到80 因为其实我会把这些 首领界 高龄的 对 当成是我的妈妈 当成是家人 我在对待她 甚至有时候 我的客人可能要出国了 他会来 我们要一些试用品 我都会主动给他 让他带出国去 公司我们都会有这种旅游 一年一次的旅游 回来我都会带额外的小试用品 给我这些 跟我比较久的主顾客 所以这些阿姨其实 对我也都很好 所以很多阿姨 她也很愿意跟我分享 甚至有的会讲到跟我说 她家人的问题 然后小孩子的问题 都会聊天 比如说她来这边 她看到你 等于是说她其实在 七八十岁的高龄 她生活里面 还可以保持一点互动跟社交 对 那个对她来讲是一个滋润 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曾经 最挫折的事情有什么 后来你克服了这个挫折 你觉得你可以在压力当中 成长很多 当然除了刚刚说 业绩的压力问题 还有人的问题 我觉得人的问题 是我最难去克服的 因为每个小姐的心思 其实都不一样 而且有来自各种不同的家庭 然后有的小姐是 像我在七八年前 其实因为这个地方很大 所以我想要去培育我手底下的富贵长 因为她也是有很多因素嘛 所以其实她就是觉得说 富贵长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可能这一两年 我就会再培育我另外的富贵长 人各有知这件事 在管理上是很大艺术 我大概在进SOGO的前半年 我不太常走出我的办公室 因为我都在里面一直可以说 每一个公文来的时候 我都要非常仔细地去学去看 这里面有哪一些所谓的Mega 尤其是retail就是detail 所以前半年是我的成前期 但是后来我就开始 自己比较有把握以后 我就开始要走进卖场 去跟大家多接触学习 你也随着你所服务的 太平洋到远东SOGO集团 你也自己不断地在一个 这十年里面非常快速精彩的 演化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的性格里面 你发现这三十年 这三年里面你参与的这十年 打亮了你性格里面的哪一个部分 在我的性格当中 从小到大 我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我觉得 你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到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大概在进SOGO的前半年 我不太常走出我的办公室 因为我都在里面一直开书 很用心地读 然后每一个公文来的时候 我都要非常仔细地去学去看 这里面有哪一些所谓的Mega 尤其是retail就是detail 所以前半年是我的成前期 但是后来我就开始 除了自己比较有把握以后 我就开始要走进麦场 去跟大家多接触学习 那所以在这四年当中 我真的觉得说 自己也不断地学习成长 我很感恩这一段旅程 因为我的同仁 他们每天都给我 全新的感动跟故事 我的顾客每天都给我一些 全新的学习跟体验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 要谢谢秦文董事长 也谢谢你的团队 在这一集里面 带我们看了这么多 精彩扎实的幕后 也让我们 从八月一直拍到 这个周年庆 周年庆的这个 即将要上场的 十月底 十一月初 祝福今年大丰收 也祝福你个人 和所有集团的团圆 谢谢 都是一个充满快乐 谢谢内华你们的用功 跟认真 和我们一样 谢谢 谢谢 谢谢